在介绍绝对值其他的例子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要怎么解 这个叫做绝对值方程式 所以这个解法是这样看的 我们就直接观察这个式子的绝对值是8 所以代表我拆掉绝对值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 就是8或者是负8 好那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稍微移向 好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S会等于五分之十一 或者是S等于负1 好所以我们算出来结果有两个 那在写的时候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或不能换成且 因为或是两个只要有一个成立就行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换成且代表两个要同时成立 但是你知道一个S不可能同时等于两个值 好所以基本上这绝对在写的时候 要小心不能把它换成且 那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是不等这个是方程式的解法 假设我想要去解不等式 那要怎么办 我们今天把它换成不等式 这要怎么解 所以在解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要来先介绍第二个很重要的绝对值的性质 就是说我如果去考虑绝对值的性质 我们现在先假设A 它是大于0的正实数 好那往后面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A属于R正 好这个写法就是正实数的意思 那我们就会有下面的两件事情 如果绝对值A 绝对值S大于A 则这个代表的是 S会比A大 或者是SB 负A小 好那你说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画一下图来看 那我们现在呢 一样先画原点的位置 好先画原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A的位置也画出来 好譬如说我们A就在这 就是负A跟A 好两个点刚好是对称的 好那我现在的绝对值S要比A大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代表我现在S的位置 要嘛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我S要嘛在这边 因为这边的任何一个点 到原点的距离 一定会比A来的大嘛 对不对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要嘛就是在这里 因为当我今天S在这个范围的时候 它到原点的位置 一样这个距离会比A来的大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两点的距离都是A 这两点的距离都是A 对不对 好所以只要是在黄色画出来的范围 它都会算出来的距离都会比A 知道原点距离都比A来的大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很重要的不等式 那我们如果考虑 绝对值S小于A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S会介于A跟-A之间 为什么呢 一样画图 好我们一样画图 好我们一样画图 接下来的不等式非常有帮助 好所以我们如果举个例子来看 简单的来看 我们现在如果考虑第一个 我们考虑S大于3 那这个代表意思是什么 这个代表意思就是 S比3大 或者是S比-3来得小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我如果考虑S小于5 那这个意思代表就是 我的S要介于5跟-5之间 那当同学们忘记 这个大小关系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画图 你就用画图来观察 你就记得 绝对值S是S到原点的距离 所以我就是考虑 这一段距离的长度 比A大还是比A小 我们画画看 就可以把这个不等式的关系找出来 好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性质 基本上加上等号 都还是会成立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考虑 这边加等号 那这边就会加上等号 那如果这里加等号 这里也会加上等号 如果刚才的题目 这里加等号 那这里也是加上等号 就是这样 所以加上等号之后 这个绝对值的性质 依然会成立 好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 刚才我们想要解的 这一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 应该怎么解 好我们把它写在上面好了 那这个解法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它的绝对值比8来的小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性质 我们知道 里面的这一个数到原点的距离 比8来的小 它会加在-8跟8之间 然后我们两边同时加上3 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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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5 小于等于5s 小于等于11 对不对 然后同时除以5 因为这个5基本上是正的嘛 它是正的 我们就不用担心 不等号会改变 所以变成-1 小于等于s 小于等于11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再解这个不等式 就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要写成解极合的样子 那我们用区间来写吧 这就是-1跟11 好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再举下一个例子来看看 好譬如说 我们现在考虑 好我们考虑3s加7大于2 这个也是绝对值 那我们知道这个绝对值你在解的时候呢 直接去考虑 这个数字到原点距离比2大的情况 所以它解出来两个式子 一个是3s加7大于2 另外一个式子3s加7小于2 小于负2 两个情形 那你现在这两个情形 我们就分别计算 第一个状况 我们把这个7减过去 3s会大于负5 另外一个状况 把7减过去 3s要小于负9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再把它解一下 把3除掉 s大于负5 然后 s要小于负3 在写的时候都要小心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负数的乘法跟除法 所以这个不等号 其实算到最后 其实都没有变 好所以同学们不要写写 不等号就错了 那这个解集合 一样我们用区间的方式来写看 它现在是两个范围嘛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练习过 这个比负3小 小到负无穷大 所以是负无穷大 负3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是比负3分之5来的大 大到无穷大 所以是负3分之5 无穷大 然后这个是连击 好连击的关系 因为它是货 好所以我们解集合可以这样看 好这是我们所举的第二个例子 那实际上在我们解例子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 解出来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区间 所以可能是一个区间 或两个区间的连击 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 好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好我们来解这个式子 2s加1的绝对值小于等于0 这个看起来好像什么地方怪怪的呢 这个2s加1 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绝对值的值 因为是任何数到远点的距离 所以一定是大于等于0 那这一个东西 还要小于等于0 那你去想想 这是不是只有一种情况 因为这个代表是不是0 你说好我找负0 负0还是0嘛 所以这个明显就是 只有一个情况 2s加1 是不是只能等于0 它不可能是小于0嘛 小于0的情况是不成立 所以它只有等于0的情形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s等于负的2分之1 所以它的解集合 只有一个点 所以也有这么神奇的情况 所以我们算算的结果 或许可能不是 就是或许可能不是一个 就是曲解 它只是一个点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有 那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 我去解2s加1小于0 那还要不要算 不用算了 因为这个东西 不可能绝对只小于0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会成立的 所以这个结果就要告诉人家 s5 解 那你如果真的要写解集合的话 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空集合 空集合就是不具有 任何元素的集合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结集合写成空集合 就是它什么元素通通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况成不成立 有 它也会有成立的情形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去解这个东西大于等于0 那你说绝对只本来就大于等于0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东西很明显 它一定大于等于0 就是你s不管放多少 你就算放100也好 负100也好 甚至是负根号3 负根号7 随便你放什么值 带进去加绝对值 一定大于等于0 所以这个代表的是 所有的时数 带进去通通都OK 所以这个s 为任意时数 它什么样的时数都行 那我如果想要去写它的解集合 实际上你可以直接写时数的符号 它就是所有的时数 那你如果真的要写的话 这个代表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写的是s 什么样的s呢 就是所有的 介于无穷大跟负无穷大的s 通通都行 好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就近写 就是它任意时数 我们就写一个r 这个r代表所有时数所形成的集合 所以我们往后写一个r 就可以代表这一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解不等式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 可能也会有这几种情况 这几种例子 好所以答案不见得是一个区间 它可能是无解 也可能是一个点 好所以我们大概这几个例子 先介绍到这里 那在一支五节的最后呢 我们再把之前 我们在一支四节 抛出的一个问题 做一个解答 什么样的解答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不等式跟那个不等式 这两个不等式 它代表是等价的概念 什么叫等价呢 等价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不等式 所解出来的解集合 是相同的 好那我们就叫 这两个不等式等价 好所以 这个等价的话 代表我们要把这两个不等式 乖乖的算一遍 好所以譬如说 第一个我先算 绝对值s加1 小于2 那这个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了 就是拆开来就是s加1 介于负2跟2之间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开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负3小于s小于1 好所以它的解集合 a等于 好我们把它写成区间的样子 就是负3 1 好这是我们解集合 那第二个呢 也来解一下 我们的s加3 s减1 小于0 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说怎么解 我们是不是就去画 竖线 然后呢我们去考虑 三个方程式 三个式子 一个是s加1 s加3 一个是s减1 然后一个是s加3 乘s减1 然后考虑两个端点 一个是负3 一个是1 好那第一个 我们一样再带 好比负3小的数字 譬如说负4 负4加3是负的 所以是负的 然后负3带进去是0 负3跟1之间 你可以取0 带进去3 正的 然后1带进去正的 然后这也是正的 好这没问题 然后负1 这个s减1 你带 譬如说带负4 进去是负的 带负3进去 当然还是负的 负3跟1之间 你带0 0减1还是负的 然后1带进去 刚好是0 然后这边变正 所以你两个乘起来的结果 负负的正 0乘负变成0 0乘正变成0 这里也是负 这里也是正 那我们题目要的是负的范围 而且不包含0 所以我们的范围只有在 负3跟1之间 所以我们的解集合 我们的b 一样是在负3跟1之间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去解 a跟b两个解集合 都是负3 e的开区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a等于b 所以两不等式等价 所以不等式的等价 就是这样看 等价的概念 也许在高中 这个名词不常出现 但在大学里面 可能会经常看到 所以同学们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什么叫做等价 那等价的概念 又包含哪些重要的性质 感谢观看